台湾家电市场饱和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经济部统计资料 自通讯及家电设备营业额在2012年达到3650亿元高峰之后 每年成长率就在正负1到2%之间游走 明显缺乏向上动能 尤其在年金改革上路后 国内消费信心大受影响 业者更是压力山大 不过仍有一家本土家电厂业机维持连年增长 它就是即将在5月底上市的和联硕 以代工易经浅实器起家的和联硕 自2012年登陆新贵后 每年营运皆呈现稳定成长 每年营收规模更一路从约30亿左右远的水准 扣增至50亿元以上 2016年EPS更首度突破10元 去年则达到12.13元的水位 连续三年赚进一个股本 最让同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和联硕可以长期守住40%左右的高毛利水准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关键有三个 三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就是行销策略 还有我们的生产模式 跟我们的产作策略 和联硕一直在研发一些差异线 机统特别的宽 高度特别的长 跟所有的品牌 万一千年不一样 所以我的机种 我们既然讲 全台湾是机种最多的 也可以这么说 全世界机种最多的 一人做好几百个机型 那么这就是一个行销策略 怎么提呢 我们的水定工程电气行 特色的地方 比如说碰到特色的位置 碰到特色的机种 要一个很小的 一万VTU 用VTU算好 2.8K法 一个租管的房间要用 然后呢 要一个很大的VTU 跑到9.0 很大 没有人有 我们就定住给他 我们就这样子 慢慢慢慢做一个行销策略 那在正常的模式来讲的话 我们利用大陆的一个竞技规模 摩基也不必开那么多 摩基太贵了 尤其是提笔 早期提笔一直开 从小的二十一只开 开到55寸 没有办法 变化太短 摩基太贵 以五好几百万 大台的七八百万 量很少 所以在一个竞技规模 没有办法的时候 早期 我们还是一直做外销为主 做到最后 我改成内销 因为 我们的竞技规模 没办法跟大陆 偏高最后一台 我们只赚到5块钱 大陆倒贴5块钱 我们还要使它 要排气 没有办法 所以唯有从 偏盘的价值线 所以我们的提笔 我们开发出来 我们所做的 我们的副价价格 也非常的高 卖的也不便宜 但是 所谓的消费总市 接着是吸率值非常的高 所以在生产的模式来讲的话 我们有差异化 有竞争力 那么在采购方面来讲 因为我们可能是量大 那我们不可能说只在 集中采购一家 我们应该多了两三家以上的采购商 就是采购一些文件 然后我们至于NORI自己的一个 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ADBOR 就是摆着 从那个设计到出来 然后我们有走出不一样的 就是一些特殊的功能 那个地方 全台湾能够配偶肉店做的 像我们用大饭店 我现在不能讲哪几家大饭店 因为他们要接收第四台 第四台的话一定要整合 第四台卫星 就是在SKY接收的卫星 台湾的这个 的耳线电视也好 或者是他们本身 饭店也有播放一些影片也好 收费的 能够整合的 全台湾唯有个人所 所以在这块做店里头 我们市场的占额非常非常大 从产品组合来看 2018年空调及液晶显示器 分别占公司营收比重的 约六成及三成 又因毛利率较优 让这两大主力产品 扮演支撑毛利表现的最大工程 展望今年 和联锁除了利手主战场的市占率外 还要拓展生活家电商机 并持续研发IoT AI产品 以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 让消费者生活更加便利 液晶跟空调是我们两大主力 优于同业高毛利率的一个商品 所以仍有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重 液晶跟空调的市场还是很的大 几乎都还是有将近三百亿的营业额 所以核延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IoT跟AI运工智慧为主的一个研发重点 以来提升我们的产品的附加价值 这些都是希望帮助核联持续获利的一个来源 我们的冰箱卡洗衣机 还有许许多多的生活小家电 都陆陆续续的来开发出来 就是为了要让核联硕的这个品牌 到处都看得到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而为了提升公司竞争力 核联硕也扩大资本支出 其中台中台南高雄仓储物流中心 已于去年陆续建置完毕 而高雄新厂最坏第三季开始市场 初期预计生产300公升以上冰箱 正酝酿新一波成长动能 所以我们营业规模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的空间房子来讲 在过去几年不够了 我们原本只有在华雅的一个总公司 然后在龟山在台中台南高雄 混买出的仓库 那几个仓库已经不够了 在这几年下来不够了 甚至有让开发展新的商品都没有办法 刚刚提到洗衣机有冰箱 这个其实都还蛮占空间的 所以没有办法来支持公司仓源的发展 那为了公司仓源发展 所以我们来建构新的营运中心 在台中台南高雄 这个新云东西建好之后 我们多了7434匹的楼地板面积 除了有效来缩减我们的仓库压力之外 当然对我们新商品的发展 还有对我们生活的时效 我们服务的时效 都有很大的帮助 何连硕在本土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 但他们的野心不仅于此 董事长叶金竹说 未来还计划进军海外 目前以东协国家的菲律宾 越南为首选 预计贩售卡拉OK功能电视 这过去也是公司的强项产品之一 在国内的所有产品要外销都有困难 那有几家吸引通路 一直要你去跟他们去 就是在洞穴这边来 来卖一些TV 那如果真正TV 你要卖是TV的这个光影的话 应该这么讲 偏不语于大陆 你一定要有差异 我们会考虑来做 我们比较专长的 就是听一家卡拉OK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技术 那也是我们的专利 我相信在越南 还有菲律宾 甚至于印尼 印尼知道不行不行我不知道 比较热情的国家 他可以来接受它 展望今年营运 何连硕表示 除首稳主力商品的市占率外 并会积极开发智慧家电产品 以差异化抢供顾客的心 再加上台中台南高雄仓储物流中心 在去年陆续建置完毕 而高雄新厂也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 有望进一步挹注业绩成长动能 期许自己能连续第四年赚进一个股本 这个股本应该是有所遇见的 像一个股本应该是有所遇见的 如果您可以接下来的股本应该是有所遇见的 是有所遇见的